現在為您示範的是起司橋 首先一樣先畫四個點 再四個角落 然後把邊界圍起來 今天呢 我要來分割這個畫面 用一個星形來做畫面的分割 我畫一個星形的暗線 然後開始來畫起司橋 起司橋呢 是由交叉的線條 所構成的一個圖案 速度不能太快 一塊呢 速度要控制得剛好 它的線條 才會飽滿 我應該是快沒水了 好 換成0.2 來畫 就是一個交叉的圖形 那底下呢 我們一樣 也是起司橋 這樣一個方形裡面 再用一個星形的暗線 都可以形成不同方向的起司橋 你可以任意的變幻 在線條的角度 再用一個圖形成長 這樣一塊 就可以進入 還有一塊頭 可以進入 好的 我們會進入 好,那這樣子把線條畫好以後呢 就開始來塗黑 間隔式的塗滿方塊 在塗色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交叉填滿的方式 來上色 這樣上起來呢 比較有秩序 色彩呢 也能夠比較平均 大概交叉個三到四次 就可以去填滿一個方塊了 同樣的呢 我們要很有耐心的 一塊一塊的來填滿 其實橋呢 它畫起來之後呢 其實 就很像西洋棋 西洋棋 它就是由黑白相見 所組成的一個畫面 所以 有人稱之為棋盤 那在美的形式原理裡頭呢 其實它就是一種黑白的對比 對比 可以產生挑和 對比 有所謂的 長短的 長短對比 高海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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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圓 方圓 方圓是形體上的對比 大小 跟長短 是數量上的對比 那黑白對比 那黑白對比呢 黑白對比呢 是色彩的對比 所以黑白呢 它們之間呢 就是一種對比色 對比 對比 又稱為反差 對比呢 從兩者之間 的大小關係 我們自然而然 會去產生量化 形成反差效果 我們的視覺呢 在心理上 就會產生一個 反差的 反差的作用出來了 也因為這一種 心理上的反差作用 所以 對比 在畫面當中 就會形成一個 猶疑的效果 形成動態的感覺 比如 在畫面中 有兩個大小的物體 我們的眼睛 就會在 大小當中 來回的 從大的 移動到小的 在有小的點 小的物體 移回到 大的物體當中 所以 在做版面的編輯 或排列 或者是做設計的時候 然後 就會 就會應用這一種 對比效果 還有 心理的反差作用 然後 去製造一種 畫面的 動態感 或者是 有機化的 讓視覺 產生流動 這就是 反差對比 的應用 黑白對比 黑白對比呢 是一種色彩的對比 對比色呢 他們互稱為對比色 他們互稱為對比色 黑色 跟白色 會形成對比 對比色 有稱之為互五色 在色彩上面 在色彩上面 黑白 也是一種光跟影的 對比 所謂有白天 就有黑夜 有明亮 就有黑暗 他們 各自 在一個對立的立場上面 形成一種 對立的效果 可是他們 又稱之為 互五色 雖然彼此對立 但是呢 又 有一種 互相補償的 效應 例如 紅色 和綠色 他們也是 互補色的關係 所以 所謂互五色呢 根據這個色彩的研究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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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視 畫面中的一個 黑色的點 一段 一段時間 大概 三十秒的時間 不用到三十秒 大概三到五秒的時間 然後呢 你再把眼睛 移開 你發現 眼前 會 會 有一個白點 然後四周圍比較暗 也就是 你剛剛所注視的那個點 會形成一個 殘像 殘像 那個殘像呢 正好是 它的護骨色 所以你如果 你注視黑點 一段時間 像我現在已經畫這樣 如果你一直注視著 這一個畫面 一段時間 你把眼睛移開 你會發現 在白色的牆壁上 或是白紙上面呢 就會看到 跟這個形狀一樣 但是色彩相反的 一個形象出來 一個影像出來 好 所以 黑跟白 就是 在心理上 會形成一個 補償的作用 那同樣的 對比色 有分為 生理的 跟心理的 還有物理的 對比色 黑白 也是心理的 也是物理的 這一種 互補色的關係 那紅配綠 狗臭屁 紅跟綠 也是一種互補色 你如果 注視 紅色一段時間 一樣 那在視覺畫面的 形成的 殘像的色彩呢 就是 綠色的 就是 偏藍的 那種綠 但是 互補色 為什麼叫互補色 心理上有補償作用之外 就是 其實 他們 有 互相 烘托的效果 為什麼稱為 補償色 就是說 當你注視 一個色彩的時候 因為你的視覺上的疲勞 你的心理上 會影響你的生理 就會形成 在視覺上 就會形成 一個所謂的 殘像 也就是互補色彩 它就會 在眼前 出現了 就是一種 生理 跟心理 交互作用 所產生的一個 互補的 補償的效應 那因為它這樣的特質 所以 他們 如果 同時出現在畫面的時候 他們反而會形成一種 補償 也就是所謂的相得益章 互相烘托的效果 白的更白 黑的更黑 紅的更紅 綠的更綠 但是為什麼 紅配綠會狗臭屁呢 因為實在是 太強眼了 太鮮豔了 所以 紅花要有綠葉來配 這是很好的 色彩對比的調和 因為 因為 紅花少 綠葉多 或者是 紅花多 綠葉兩三片來襯托 畫面上也會非常的 美好 所以 只要 運用得 應用得 應用得宜 就可以形成 非常好的一個 對比調和的效果 然後呢 整個畫面呢 也會 成為一種 一種 視覺焦點 或者是 兩者之間的衝突感 運用兩者之間的衝突感 吸引 視覺的焦點 或者是製造一種 難以言喻的 視覺效果 這個都是所謂的 對比 所以對比呢 跟統一呢 是一個相反詞 在統一當中呢 可以運用對比的 變化 讓畫面呢 變得 更有戲劇性 這個都是我們 在設計上 運用 美的視覺 美的形式原理 的一個 方式 跟法則 在畫纏繞圖樣的過程當中 這樣的筆 跟紙 紙是 義大利的法布里諾紙場 所做的這種 義大利水彩紙 它上面特殊的紋路 和帶針 畫起來 在速度上 在視覺上 都可以讓我們 可以慢慢的 感受 慢下來了 才有辦法 感受 清淨的美好 專注在一筆一畫上面 不急 不虛 不換 去思考 視力 分析 視力 或者是什麼都不去想 讓知覺 去掌控 大局 你會覺得 好像是你的筆 帶著你 去畫 每一筆 每一畫 每一筆 讓你的右腦 去掌控 讓你的 運作為我 lake 夢陸 有 使得 衝 你可以體會到很多事情 只要你 很有耐心的去處理 只要你一筆一畫的 能夠耐住性質 都可以成功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都會變得簡單 而且輕鬆 所以愜意 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的困難 你也可以很容易的 去處理每一件事情 很輕鬆的 達到 比你預期 還有美好的效果 好 這是騎士槍 好 帶針的部分 已經完成了 接著呢 我們用2B的鉛筆 來畫出它的明暗變化 陰影 可以調和對比 殘繞畫 是由黑白的線條 所構成的 所以中國的山水畫 所以中國的山水畫 黑色的墨 卻可以形成 非常富有餐飲的 這樣子的 色彩空間 然後不會感到對立衝突 而呢 非常的調和 美好 在這樣空間 空腹飄渺的這一種 妙妙的空間當中 形成一種 對比的調和 對比的調和 同一由交叉 同一由交叉 所形成的方塊 用 黑白的色彩 對比 形成的這種騎士橋 纏繞圖樣 是不是 很有趣呢 可以讓視覺 在 對立衝突 眼花繚亂當中 又有一種秩序感的衝突 真的是太有戲劇性了 這就是 騎士橋 謝謝 您的觀賞 請多多指教 並且給我按讚 或留言 給我更多的意見 好 拜拜